我们现场来看到这个嚣张的窃贼 光天化日下偷手机 只是逃逸过程败在红绿灯上 在台北市新医区 这名男子趁饮料店女店员不注意时 偷走手机 跳上公车逃逸 一旁民众见状 大喊有小偷 而且刚好他搭乘的公车碰上了红灯 女店员直接上车捉贼 不过这个窃贼落网时 还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方别报警 非常嚣张 男子看到警方乖乖坦诚 10分钟前发生什么事 看到手机在桌上就直接拿了 但整个过程看不到一点回忆 窃贼讲话比被害人还大声 更理直气壮叫被害人原谅他 让远景看了也直摇头 你的手机嘛 对啦你的确有拿啦对不对 对啊我有拿 9号下午3点台北市庄金路一家手摇饮料店 被害女子忙着工作 50岁没有工作拥有窃盗前科的董姓男子 拿走被害人iPhone13后 直接跳上公车 一旁的路人看傻了眼大喊抓贼 而窃贼搭的公车正巧遇上红灯 被害女子直接拦车抓人拿回手机 就直接追上去敲公车的门 然后请司机把我开门 然后就大喊说有小偷偷我的手机我要报警 然后我就往后公车后面走要找人 然后先生就自己站起来 然后转过身说哦原来这是你的手机啊 我还你啊 而在6号新北市新装证明戴帽子戴口罩的长发女子 在展示价钱 打开包装仔细检查 以为是在正常挑选商品 没想到下一宝竟然直接把包装盒内的物品 塞到另一个盒子内拿去结账 直接来个买一送一 但过程全都录 年节将近 切案平传 还是要小心至上 这次我们林朝贤台北新北市采访报道